大家好,我是威尔,欢迎来到X调查 这幅绘画作品的名字叫做《美丽的公主》 画中女子端庄典雅栩栩如生 1998年,一位买家以2.18万美元的价格 从加士德纽约拍卖行购得此画 2008年,她以相同的价格被转手至彼得·瑟维麦的手中 这是一位旅居巴黎的加拿大艺术品收藏家 此画问世后,巴黎艺术品实验室对其进行了检测 随后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画作上有一个指纹 与《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画作《圣耶若母》上的指纹十分相似 红外线检测显示 这幅画作与另一幅收藏于温莎古堡的达芬奇所画女子的侧面非常相似 大英博物馆认为 《美丽的公主》的作者拥有高超的左手绘画记忆 而达芬奇就是一个左撇子 艺术界普遍认为 这幅画就是达芬奇所作 一时间她的估值瞬间飙升至1亿美元 而该作品如果真的上了拍卖会 实际成交价格可能大于这个数字 收藏者向人们骄傲地表示 它是达芬奇作品中唯一的侧面人像 创作过程中同时使用了彩色粉笔和蜡笔 在牛皮纸上进行创作 由于使用了全新的绘画材料 达芬奇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绘画技法 这种画法要求用到三至四种工具 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而这种画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后此画在世界各地展出 然而事情在2015年出现了反转 一位英国人突然告诉全世界 这幅美丽的公主不是达芬奇所画 而是她伪造的 此人名叫肖恩格林哈尔 是一位艺术品伪造大师 她的创作范围广泛 包含油画、水粉画、素描、雕塑、金属制品等多个领域 格林哈尔的言论在艺术界掀起了惊涛骇浪 美丽的公主是否是真品 存在巨大争议 此人是谁 她与这幅画又有怎样的渊源呢 故事要从1961年的一天开始说起 1961年的6月21日 这天是个星期三 格林哈尔在英国博尔顿出生 小时候她开始学习绘画和陶艺 对艺术品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喜欢逛旧货店和古董集市 11岁时 她的记忆已经远超同龄人 13岁时 她将自己复制的陶瓷烟斗 拿去古董集市上卖 跟别人说 是从废弃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垃圾厂里挖出来的 通过这种方式 她赚了不少零花钱 除了逛古董集市 她还喜欢看一些书籍和拍卖会图录 喜欢逛博物馆 在第一次去博尔顿博物馆参观的时候 她就迷上了埃及文化 于是开始自学象形文字和石雕记忆 一头扎进艺术的海洋 高中时期格林哈尔没有停下自学的脚步 她进步飞快 绘画记忆越发进展 她的父亲喜欢画鸟 但在格林哈尔来看 父亲的话只能说手法灵巧 算不上艺术 在高中度过了两年后 格林哈尔自认为学校只是教人如何画画 她也并不执着于获得什么艺术资格 所以选择退学 这年她15岁 退学后有了充裕的时间 她就跟家人一起去罗马度假 参观了圣彼得大教堂和梵蒂冈博物馆 亲眼见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 她细细地观赏了好几个小时不愿离开 面对眼前这些伟大的艺术 格林哈尔顿时觉得自己渺小 回国后 她参加了在博尔顿奥克塔钢剧院举办的艺术展览 这里展出了一些她的画作 博尔顿前市长查尔斯·卢卡斯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 他用20英镑的价格买下了格林哈尔的一幅画 尽管20英镑不多 但格林哈尔还是感到十分喜悦 展览结束过后的几天 卢卡斯前市长又联系到了格林哈尔 说自己收藏了一些约翰·拉金斯的画 想要把原画妥善保管 但又想把这样的艺术作品展示给别人看 所以想找人做一件复制品挂在墙上 卢卡斯随后开出了400英镑的价格 格林哈尔欣然接受 复制品很快就完成了 卢卡斯看到后感到满意和吃惊 这件复制品近乎完美 一眼看上去难以跟原画区分开 受到这次复制画的启发 格林哈尔产生了一个想法 他想试着用明家的手法去画另外一幅画 看看能到达什么程度 有没有人能看出来 他迅速行动起来 研究了法国著名画家德家的画作 他用德家的风格画了六幅素描 之后从中挑选出他认为最接近真迹的一幅 再模仿德家的笔记签上了名字 完成伪画后 格林哈尔就给加什德伦敦拍卖行 寄去了一封寻价信 信里附上了这幅素描的照片 过了几个星期 格林哈尔收到回信 拍卖行要求他把画作带到西北部的办公室做鉴定 这一年格林哈尔17岁 他这么做的目的还只是单纯想知道 自己创作的伪画值多少钱 第二天他就带上了这幅素描 前往了拍卖行的办公室 专家拿着放大镜 仔细地审视着这幅素描的每一个细节 一旁的格林哈尔紧张极了 心里盘算着 要是对方叫警察过来自己该用什么说辞来逃脱 鉴定员看了看眼前这个年轻人 问道 你是从哪里得到这幅画的 格林哈尔回答 是在曼彻斯特整理房间时发现的 鉴定员想要拆开画框 插开背面 接着询问能否把这幅画送去伦敦 做进一步检查 这时的格林哈尔似乎感觉事情超出了他的意想 如果真的把素描送去伦敦 那在那么多专家面前 伪造画的事情就会败露 可开工没有回头见 事已至此 格林哈尔一咬牙就同意了 出乎意料的是 伦敦几位专家 竟然都认为这幅素描是德家的真迹 也许是没有人会相信 一位17岁的少年 有能力伪造这样的大事作品 后来这幅德家的素描画 就被一位买家买走 成交价格1万英镑 格林哈尔确实骗到了那些专家 但他并非有意做弄 赚到这笔钱令他高兴 可这份喜悦没有维持多久 他知道这是不正确的 还觉得有些愧疚 所以决定不再这么做了 他拿着这1万英镑 回到他往常的生活 对艺术的热爱一如既往 有一天他在曼特斯大学的 约翰·赖兰斯图书馆 阅读艺术史书的时候 邂逅了兼职图书管理员的詹妮 两人一见如故 聊着聊着就成为了朋友 交换了联系方式 后来他们开始交往 格林哈尔带着詹妮 去了很多地方旅游 一年里他们去了佛罗伦萨 圣洛伦佐 卡拉拉 再据说是 多纳泰罗挑选雕塑用的 食材房子前 享受着甜蜜的爱情 旅行结束后 他们回到了英国 并计划着下一次旅程 可接下来 他们体会到了 人生的晴天霹雳 一天詹妮突然抽搐不止 去医院检查出了脑瘤 医生说情况很不好 也无法动手术 几个月后 詹妮离开了人世 在多年后的采访中 格林哈尔甚至很难 说出詹妮的名字 他说 我非常确定 如果他还活着 我会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 恋人的离世 对格林哈尔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之后两年 他郁郁寡欢 独自去了跟詹妮 曾经计划旅游的地方 埃及 希腊和西班牙 在旅途中 慢慢疗伤 他去了罗马 前后不下七次 因为那里 可以让他想起小时候 自己对艺术的热爱 与追求 最后一次 从罗马归来后 格林哈尔 在一位古董修复师那里 找了一份工作 他问对方 可不可以做自己的作品 修复师给了他一把钥匙 可以在院子里做个人项目 院子的地上 铺着许多鹅卵石 在这里 格林哈尔用石灰石 雕刻了一座 埃及疏利雕像 一位名叫汤姆的 艺术品经销商 在拜访古董修复师的时候 恰巧看见了这座雕像 并当场表示 愿意出200英镑购买 随后这位古董经销商 邀请他加入团队 汤姆的工作室 在伦敦很有名 格林哈尔接受了邀请 他离开了家乡博尔顿 前往了伦敦 为汤姆的工作室 制作艺术复制品 一开始 格林哈尔的工作 就是做复制品 后来汤姆会接一些订单 让格林哈尔 按照订单要求 创作艺术品 汤姆会为这些作品 精心制作证明文件 印章等等 好让买家相信 这是他们寻找的东西 在汤姆的工作室 工作两年后 格林哈尔偶然发现 那件最开始 被汤姆买下的 埃及疏离雕像 其实早就被当作 真迹卖掉了 格林哈尔得知后 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在汤姆的工作室里 格林哈尔一干就是十年 一天 28岁的他 跟汤姆吵了起来 原因是有两根 雕刻好的象牙 被人偷走了 面对汤姆毫不掩饰的怀疑 格林哈尔内心积累的 不满终于爆发 这十年来 他为工作室 制作了大量伪造品 汤姆总能以高价转卖掉 而格林哈尔得到的报酬 却很少 这次争执 让格林哈尔 愤怒的离开了工作室 再也没有与他们 有任何联系 辞职后的格林哈尔 回到了博尔顿 独立做起了伪造品 当时苏古兰色彩派画家 佩普洛的画作 价格十分高昂 于是 他就用佩普洛的风格 画了一幅油画 格林哈尔与父亲 一起去了伦敦 由父亲出面 为这幅画编造了一个故事 告诉那些艺术品经销商 这件作品来自爱丁堡 格林哈尔的父亲 假装不知道 这是什么名价画作 只是问对方 这是什么画 你想买吗 虽然这可能会让经销商 恶意压价 但格林哈尔心里很清楚 这种简陋的感觉 会让经销商 失去一些判断力 历经风雨的他 已不再是那个 会感到内疚的少年了 他没有罪恶感 只是希望买家赶快点头 然后自己拿钱走人 这幅佩普洛的话 最后还是被那位经销商买走了 但第二天 格林哈尔就接到了警方的电话 原来购买那幅画的经销商 给了一位专家辨认 结果认定这是一件艳品 经销商实在气不过 就拨打了报警电话 格林哈尔在家里 等待着警方来敲门 心里打着鼓 可实际上 此时的警方正为众多别的案件忙碌着 加上经销商购买油画的价格 不算很高 所以就这么搁置了 这次幸运的逃脱 让格林哈尔更加大胆的伪造艺术品 并且还得到了家人的帮助 为了让作品可信度更高 他会确保不会在历史记录上出问题 他不仅专注于艺术品本身 还会在一些佐证资料上下足功夫 比如他会伪造一些艺术家的信件 印章之类的物品 父亲也参与到了儿子的事业中 负责与客户会面和谈话 有时候母亲也会帮忙 作品卖出去的资金则由哥哥乔治管理 格林哈尔跟父母一起住在 布罗姆利十字区的一栋房子里 那里位于博尔顿市区 房子配有一个花园 里面搭建了一间棚屋来当作工作室 平时格林哈尔就在这里进行创作 通常格林哈尔不会制造精品 也不会售卖太高的价格 有相当一部分是卖给了私人买家 他们一般不具备高水准的鉴别能力 比较好骗 格林哈尔认为 人们应该是出于对艺术品真正的喜爱 而愿意掏钱购买 而不是因为上面有什么名家的签名 或是带有什么历史故事 但事实告诉他 艺术品的出处是可以很大程度 影响他的价值和影响力的 他发现总有人轻易相信 他捏造的作品出处 就算有买家后来发现是赝品 也会选择沉默 不愿承认是自己看走了眼 没关系 我保证的跟您说新的 我说你也是新的 我给您说个理由 我给您说个理由 你先不要说理由 你先说说这是什么东西 你把这个看清楚了 这是什么东西 您这是仿成华斗权的 仿成华斗权 成华斗权就没有真东西 我这是差词啊 你不要搞错了 你不用去 你这是胡说八道 就这个真东西 到这里来就是新的 你凭什么 我们花200块钱 你拿起来新的 我这么不知道新的 这是新的吗 而且呀 我还跟您说 你不要而且了 您这是纯新的 你这胡说八道 您看这个 您的正在鸡钢饼 我当然知道是多少钱 您觉得 我不知道是多少钱 我就不来了 告诉你 好东西多了 您这个杯子值多少钱 我这个杯子啊 一个亿 一个亿 两个呢 两个三个亿 多少钱啊 我是少说的 您这些东西新的 你呀 认真一点 负责一点 看看里面气泡 看看里面那个踩的开片 不要乱讲 踩的开片了 没有200年 看不了开 总不懂 您拿出来看 我拿出来看 您拿出来看 我拿出来看 我不要你看 你算了 除了私人买家 格林哈尔的伪造品 也会卖给博物馆和拍卖行 会受到更加专业的检查 但多次骗过了专家的眼睛 1991年 30岁的他融化了一堆罗马银币 重新铸造了一块罗马银盘 李斯利公园兰克斯 据记载 在200年前 人们在德比郡的李斯利公园里 发现了一块巨大的银盘 后来不知去向 格林哈尔根据查阅道的各种资料文献 创作出了相似度极高的罗马银盘 格林哈尔的父亲向大英博物馆表示 这是他家族流传下来的传家之宝 原件被打破了 他跟家人一起找到了碎片 然后重新焊接在了一起 大英博物馆听闻后感到十分欣喜 但经过仪器检测后 发现材料来自不同的时代 因此博物馆认为 这块银盘是复制品 但其中可能有原件的碎片 虽然没有被认可 但大英博物馆却表示 它有一定的价值 后来这块银盘在苏富比拍卖行 被私人买家以十万英镑的价格买走 之后这位买家又把银盘赠送给了大英博物馆 以纪念当时即将离任的馆长 大卫·威尔森 后来这件作品就在大英博物馆内展出 1994年 格林哈尔33岁 他注意到保罗高庚的画作很多 但雕塑作品稀少 没有那么受重视 可供考据的资料也少 格林哈尔抓住这一点 仔细研究了高庚的雕塑作品 其中有一件当时被认为是 高庚制作的木制雕塑作品 戴角的头像 格林哈尔以该作品为原型 创造出了一座高47公分的陶瓷雕塑 木神 这是当时人们认为的高庚作品的典型尺寸 值得一提的是 木制雕塑戴角的头像 在多年后的2020年 被证实其创作者不是高庚 他之所以一开始被认为是高庚的作品 很大程度上 源于高庚使用过的笔记中 出现过他的照片 这件雕塑的形象 还出现在了高庚的一幅画作中 不过这些都是后来高科技手段辅助下的判断 并不影响当年格林哈尔伪造的作品 木神 父亲为他们家族如何得到这件雕塑作品 编造了一个故事 这次 格林哈尔的母亲以原来的姓氏 罗斯科为依据 声称自己是阿尔兰画家 罗德里克奥康纳的后裔 而这位祖先是高庚的好友 至于那座木神雕塑 他则表示这是娘家人 在1917年的一次展览上购得的 如今他合法继承了雕塑的所有权 并展示了一份精心伪造的证明文件 这座雕塑很快就得到了 苏富比拍卖行 以及巴黎威尔登斯研究所的认可 在苏富比的一场拍卖会上 木神被认为是高庚的作品 并以2.07万英镑的价格 被伦敦的一位经销商购得 格林哈尔对木神的成功感到欣慰 他加大了伪造的产量 1995年 大英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注意到 馆内有好几件藏品 都是从格林哈尔家购得的 他对这个巧合感到奇怪 不过这些藏品都是经过专家层层鉴定的 他也就没多想 只是觉得这是个很有底蕴的家族 木神被拍卖了三年后 芝加哥艺术学院的院长 对这件雕塑作品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随后芝加哥艺术学院对木神展开了界定 结果确认这是高庚的真迹 还用了12.5万美元将其买下 称赞它是过去20年来最重要的收购之一 后来木神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和梵高博物馆 联合举办的展览上展出 继木神之后 格林哈尔以劳伦斯·洛瑞的画风 绘制出了一组伪画 洛瑞是英国艺术家 他的绘画风格独特 以充满人物的城市风景而闻名 画作里的人物通常被称为火柴人 格林哈尔和父亲对外声称 这组画作是格林哈尔祖父收到的生日礼物 他们拿出伪造好的信件 表示其中有几幅 还是洛瑞本人赠送的 其中有一幅粉彩画关注最大 它名为李拜堂 人们跟他和洛瑞的一些画对比 觉得这就是真迹 最终他以7万英镑的拍卖价格成交 1999年 格林哈尔家族开始了 他们最雄心勃勃的项目 购买到了一份1892年的拍卖目录 上面列出了在德文郡西尔福顿公园 一些拍屏的内容 该公园是某位伯爵家族的住宅 前几人伯爵都是有名的收藏家 当年这份拍卖目录里提到了8个埃及人物 但该描述很模糊 没有具体名字 埃及文化正是格林哈尔熟悉的领域 它敏锐地意识到这里有很大的创作空间 于是一个新的计划诞生了 格林哈尔采用公园前1350年的埃及阿玛纳风格 用半透明的雪花石膏制作出法老阿肯纳顿 与王后纳夫弟弟的其中一个女儿的雕塑 就这样就做高52公分的雕塑作品 阿玛纳公主诞生了 她将雕塑部分打碎 并在表面上涂上了特制的茶和黏涂混合物 用于做就 格林哈尔感到十分自信 她将这件作品带到了一个拍卖行的办公室 对方表示愿意出价500英镑 但格林哈尔觉得自己的得意之作被远远低估了 于是对方加价到了1500英镑 但格林哈尔仍然不愿意 觉得对方根本不懂太小瞧这件雕塑了 便当即表示不卖了 之后这件作品就放在了家里 直到2002年的一天 父亲带着阿玛纳公主联系了博尔顿博物馆 说出了事先编造好的故事 告诉对方这些雕塑是她曾祖父 在西尔福顿公园拍卖会上购得的 她向对方提供了伪造好的信件 表示这是家里遗忘了100年的东西 还装作不懂的样子 询问博物馆专家 这是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或许是父亲慈祥的形象 和说话是小心翼翼的样子 博物馆相信了她的故事 当时可以与阿玛纳公主相比对的 只有卢浮宫 和宾夕法尼亚大学 考古语人类学博物馆的两座雕像 分别是女人的身体和阿玛纳公主雕像 格林哈尔对此早已知晓 知道业界可参考的作品甚少 所以才进行这样的伪造 不容易被看穿 事实也正如她所料 博尔顿博物馆的埃及馆长 在鉴定时注意到了雕像的后组部分 认为这曾经是某件埃及双人雕像的一部分 雕工符合当时特点 因此十分相信这件事真品 加士德拍卖行也对阿玛纳公主进行了评估 结果认为这是真品 并估价50万英镑 大英博物馆也对阿玛纳公主进行了鉴定 专家一致肯定了她的真实性 认为这件雕塑作品具有重大意义 2003年 博尔顿博物馆出资44万英镑 从格林哈尔手中买下了阿玛纳公主 之后放在博物馆内展出 甚至还在某次博物馆的盗窃事件后 给她装上了额外的屏障保护起来 毫无疑问 阿玛纳公主是格林哈尔最成功的伪造艺术品 对她来说意义非凡 毕竟她从小就对博尔顿博物馆的埃及展馆深深着迷 看见自己的作品也被郑重的陈列其中 其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以至于接下来几年 她没有再做过什么新的作品 除了最初卖掉那幅佩普洛的油画伪造品时的遭遇 她还有两次吸引到了警方的注意 但每次警方都有别的事要处理 没有追查下去 直到2006年 格林哈尔伪造的事情败露 这一年44岁的她正在准备一个新项目 她向大英博物馆提供了三幅尼尼威时期的亚树浮雕 其一是鹰头精灵 其二是亚树士兵牵着马 其三是马匹的头部 跟之前一样 作品还是由她的父亲去卖 故事跟阿玛纳公主大同小异 说是祖先在希尔福顿公园拍卖会上近拍获得的 随后大英博物馆对三件浮雕作品进行了鉴定 得出结论全部都是真品 博物馆当即表示愿意购买其中一幅浮雕 因为她与博物馆收藏了一幅奥斯汀·莱雅德的绘画作品特征相似 莱雅德是一名很有威望的考古学家 以发掘尼尼威一记而闻名 之后其余两幅浮雕被送至了邦汉斯派曼行 但专家检查后认为有疑问 觉得是伪造品 邦汉斯派曼行就联系了大英博物馆 对其购得的浮雕重新进行了检查 结果发现更多异常的地方 比如浮雕上马的缰绳 与其他亚书浮雕商的不一样 另外些行文字有几处错误 博物馆随后报了警 由于是大英博物馆报案 警方接报后立刻受理此案 并于3月15日搜查了格林哈尔家 眼前的景象令他们大吃一惊 里面看上去就是普通的人家 很多家具都是旧的 在格林哈尔的房间冰箱上 放着石块和一个熔银炉 地上有一些半成品或废弃的雕塑 床下有一幅水彩画 阁楼里放着一座半身像 其他房间里还放着各种各样的材料 有大理石 斑岩 砂岩 各种金属和木材 还有旧世纪的羊皮纸 旧像框等物品 在花园的棚物里摆放着各种石像工具 还有成堆的书籍 甚至还有简单的造纸设备 讽刺的是 警方又找到两件阿玛纳公主 当然 他们都是复制品 在警方的询问下 格林哈尔一家对犯罪行为供人不讳 承认了制作赝品的事实 人们不敢相信 如此多精美的艺术品 竟然都是格林哈尔一人伪造的 邻居向警方表示 曾看见格林哈尔家花园里放着一些淘气 还在花园周围发现过某种救时器的硬币 他知道格林哈尔家在做一些艺术品 只是没想到做的都是伪造品 警方查询了银行账户 但相关记录只能追溯到六年前 根据格林哈尔的交代 他的伪造时间长达17年 伪造的艺术品时期从埃及和亚树 一直延伸至文艺复兴时期 借鉴了包括 埃德加德加 奥托迪克斯 巴巴拉赫普沃斯 保罗高跟 托马斯莫兰 萨米尔佩洛普 等众多名家的作品 由于这些出售的艺术品经多人转手 警方已无法确定具体的金额 通过售卖大量伪造的艺术品 让格林哈尔一家获得丰厚的收入 但他们的生活却没有外人想象的那样奢华 大部分赚到的钱都没有动 就连那件售价最高的阿玛纳公主的所得收入 也只花了一小部分 豪宅 名车这些东西 对格林哈尔来说都没有什么吸引力 他的钱基本都花在了旅行上 格林哈尔的父母也没有什么烧钱的爱好 年纪大了 也不愿意搬到别的地方生活 他们一家很喜欢博尔顿的这座老房子 一直住在这里 房子里除了警方亲眼所见的各种杂乱物品外 看起来稍微值钱一点的 只有一辆汽车 经过20个月的调查 最终估算格林哈尔家通过伪造艺术品 非法获取的金钱 在85万英镑至150万英镑之间 2007年 此案在博尔顿地方法院开庭审理 肖恩格林哈尔被指控犯有伪造罪 欺诈罪 洗钱罪等罪名 法庭上警方一共列举了44件伪造品 除了之前提到的 李斯里公园兰克斯罗马银盘 保罗高庚的雕作木神 劳伦斯洛瑞的画作 阿玛娜公主和三件亚树浮雕 还有其他作品 例如十世纪营气 埃德雷德圣物香 巴巴拉赫普沃斯的鹅雕塑 此外还有多位名家的作品 包括赛米尔佩洛普的镜物画 托马斯莫兰的素描 甚至还有几件远古时代的金银饰品 检方指出在调查过程中 格林哈尔交代了120件伪造品 他们大多已流入到市场上 有人预估如果这些东西全部被卖掉 可以获得1000万英镑 然而实际上按照格林哈尔的能力 他制造出的艺术品可能远远不止120件 他们已经全面在市场上流通 并且转手多次 最终法院做出了宣判 被告肖恩格林哈尔 伪造罪 欺诈罪 洗钱罪等罪名成立 判处4年08个月监禁 其父母年已过80 母亲被判处一年监禁 缓刑两年 父亲被判处两年监禁 缓刑两年 格林哈尔一家对这个判决结果全盘接受 当记者提到亚述浮雕被暴露的细节错误时 格林哈尔回答道 我在想我的潜意识里 是否希望自己被抓住 从而结束这一切 我对此感到厌倦 但我无法亲自结束它 格林哈尔伪造艺术品的故事 掀起了轩然大波 人们对那个堆满材料 工具和作品的房子感到惊讶 于是把他们一家称为花园彭乌邦 对于格林哈尔家保持着普通人的生活 而不是尽情享受这件事 有人认为 他伪造艺术品的动机 并不只是出于对金钱的欲望 还有宣泄内心无法得到任何的不满 借这样的机会来羞辱艺术界 过去那些收藏了格林哈尔作品的博物馆 有一些把他的作品从展柜里撤出 虽然很多人对这样的欺骗感到愤怒 但也有艺术界的人士 肯定了他作为艺术家的价值 媒体十分喜爱这位艺术品位造者 在2009年电视台把他的故事进行了戏剧化改编 播出了古董流氓秀 当时还在狱中的格林哈尔看到后 对节目中描述的自己和家人感到很不满 于是写信回应称这是人格暗杀 在监狱里格林哈尔完成了他的自传 伪造者的故事 博尔顿伪造者的自白 2011年50岁的格林哈尔出狱 一次采访中他提起了已故的女友 他说我非常确定如果他还活着 我会选择一条不同的路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总是由他父母卖掉作品时 格林哈尔表示 大概是因为他们退休在家感到无聊吧 格林哈尔告诉记者 在他的每一件伪造品中都会留一处破绽 以证明是自己做的 他认为只要有足够的专业素养的人 就可以看出错误 虽然很难说他是出于什么心理 做了这些破绽 但确实十分讽刺 出于后的格林哈尔 还是住回了博尔顿的家 一天他在梳妆台上发现了一个包裹 油戳来自伦敦 没有署名 里面装着一本书 作者是艺术历史学家马丁·肯普 书的封面是一幅文艺复兴风格的女孩侧面画像 这幅作品的名字叫做《美丽的公主》 肯普认为这是达芬奇的作品 格林哈尔看了又看 他觉得这是自己画的 但时间过去太久了 光看图片不能百分百确认 根据回忆 18岁时 格林哈尔买了一张1587年的牛皮纸 又弄了一块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刻桌板作为底板 随后绘制了这幅画 哪怕是经历了几十年 他也把绘画过程记得很清楚 他用黑红白三种颜料 然后用橡皮塑胶和橡胶书墨水再次润色 画上的女子是一名格林哈尔认识的收银台女员工 格林哈尔表示他地位不高 但脾气大 特别高冷 由于达芬奇是左撇子 格林哈尔特意把画旋转90度作画 但当时格林哈尔并不是为了伪造 而是向达芬奇致敬 美丽的公主完成之后 他就把画带到了一位艺术品经销商那里出售 对方看他年纪轻轻 也不认可画的质量 所以只愿意出80英镑 这个价格甚至只够材料费 但格林哈尔还是同意了 在2007年这幅画被转手时 就吸引了一批人的注意 其中就包括了艺术历史学家马丁肯普 这些专家认为这是达芬奇的作品 觉得在15世纪末的米兰 只有达芬奇能用左手画出如此美妙的画 2015年美丽的公主在米兰展出 格林哈尔文讯后随即动身前往了意大利 通过近距离观察 在与记忆中的话对比 他觉得画作的线条 又经过某个记忆高超者的再次勾勒 但他可以确定的是 这绝对是他18岁时做的画 因为画作背后有个蝴蝶形支撑物 他知道这是他放着 用来让画显得古老的 而不是别人以为的用来修复裂痕 媒体很快报道了此事 关于这幅画是否是达芬奇所画 艺术界一直存在的争议 至今也没有定论 自格林哈尔出狱以来 外界总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但他不予理会 之后他将花园里的棚屋拆掉 重新修建了工作室 并以自己的名义投身艺术品创作 2017年格林哈尔的几幅 洛瑞风格的画作 先后两次在拍卖会上售出 虽然画上模仿了洛瑞的签名 但每幅画的背面都写上了 2015年肖格林哈尔 继洛瑞之后 很多人虽然明知这是访话 但也表达了喜爱和支持 许多人认为 格林哈尔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 关于艺术界对他的赞扬与批评 格林哈尔并不太在意 有时候他甚至还会去 当地一家面包店上夜班 但不久后 他又继续专注于各种艺术品的创作 每隔一段时间 他就会拿起笔 涉猎不同绘画流派 唯一不变的是 他内心最深处 对艺术的炙热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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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